记者苏孟娟台中报道,抽续2CC护医生 台中荣总密尿科指出,中台湾男性发现离射护腺癌时 有四成竞乙是晚期癌症,民众忽略筛减重要性 从今日起一连五天,在医院门诊大楼二楼推出免费射护腺筛减 只要抽续2CC,就能检查 遇民众父亲结送爸爸健康,就爸爸来做检查 台中荣总院长许慧恒指出,父亲是一家之主 常有爸爸感慨父亲结不比母亲结受重视 今年遇为人子女或伴侣 父亲结送爸爸健康,只要抽续2CC,不必空腹 就能检验社护腺特异抗原指数 PSA,可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台中荣总泌尿外科主任求昆元指出 摄护腺癌已是台湾男性癌症第五名 甚至根据健保大数据显示 中台湾的男性发现摄护腺癌时 有4成1是晚期,就是未能早期发现所致 求昆元指出,该院已推动林里摄护腺筛减三年 筛减千里,也有一成的筛数率 他强调,摄护腺癌通常没有症状 早期筛减极重要 由于摄护腺是男性特有的器官 台中荣总选在父亲节前夕 与每年捐赠惠康基金会200万元投注公益的 佐登尼斯公司合作 父亲节前夕推出免费千个名额摄护腺筛筛减 欢迎民众就爸爸或伴侣前来检查